好,我正式開始了,歡迎各位朋友參加今晚Goji Studios的分享會 之前看到Goji Studios倒閉的情況,我也有一條熱線設置 有Google Form,大家也登記了,所以今天也有跟我們登記,我們再續一聯絡 WhatsApp 然後有今晚的分享,有幾部份的 第一,我會收到整體的數據 第二,我會說一說,大家也會很關心允許經驗,或是限制,或是資訊等等 第三,在法律上,刑事和民事,我也會分析一下 給我一些個案,我處理個案和經驗大家分享,可以參考 第四,就是問答環節,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想到的,或是想問的 大家也可以在我講到中間,或是中途,或是一開始,都可以打出來的 我會講完頭1,2,3,到第四,我就會順著時間次序,逐個逐個答 看看能不能解答大家,如果沒有的話,到時大家可以再提問 大致上就是這樣,我今天都會錄錄錄影的,因為我擔心 之後有些其他,例如婦主今天進入不了,想提回我,我會放在我的YouTube 如果大家怕會錄音,或者錄影,大家可以調查,或者用發明,都沒有所謂 問題完全是可以用checkbox提問,就不會有聲音,或者有樣子看到 事不宜遲,我也正式開始 我先講第一,就是我現在手上,我同事跟我說,今早已經收到160多宗的投訴 去到晚一點的時候,我想再多一點 金額,我們手上有的數是700多元,到有些40萬都有 400多元,比較多的市主就是一筆個付款 有些就是分期,有部份就是現金 今天,坦白說,在整體的處理上 用信用卡那些才比較大機會做得到 現金那些是比較難的 我稍後會在第三部份,我會解釋一下 第二,就是信用卡的退款 爭議交易的機制 這個也應該有些請了同事聯絡 我們看到差不多到期的那些 就專門,我叫他,譬如7月那些庫主 2020年7月簽的那些 最好盡快就是申請了 因為如果用540天 MISA和MASA定規則 那個window的限制 就是由今天起 打旺540天 如果是因為倒敗或者提供不了服務 那這個當事人呢 都是有一個chargeback的權利 但是我們數回頭已經是7月7的了 7月8的了 如果540天,就由今天數回頭 所以我也特地叫同事幫我 就是逐個逐個提回 那也都知道有一些是被 信用卡公司拒絕了 那這個就真的 可能是比較艱難一些 因為那個window 根據那個國際這些信用卡 法加KF 即是 VSA或者MASA那些協議 要一些銀行金呢 就是540天 那我聽說有些個案說 他跟我們說過往California 都是會可以再在場一些 但是我如果比較逐一點說 就是銀行肯就可能是 當快發持費或者有其他的考慮 但是如果你說純粹是機制 法律或者那些協議上 540天已經是國際定了 那所以我都很遺憾說 就是如果2020年7月 或者之前你的交易 2020年7月初 譬如7月7號 或者再打前 2019或2018 恐怕都不能夠用到 chargeback 那個方式 是處理的了 簡單來說 不能用chargeback 來追 就只能用法律上 來追 但是那一會我會再說 一些問題 以及不現實的地方 而我亦都 留意到 就是有一些部分的銀行 就是聽了一些事主 feedback 例如升展 他們看到我們過往的經驗都是很壞的 那他就覆了一些事主就說 我們留意到 這個 這個goji studios 和這個physical 好像有些協議 可以繼續在那裏做 所以我們就不受你chargeback 這個是非常之鼓劃 也是完全不合理的 那因為 我都 初來我看過 physical 跟goji studios 所謂的 公開出來說 完全不是那種 physical 是購買了 這個goji的業務 不是這樣收購了 如果收購了它 你是無論連公司的資產和負責都會承擔 但是這個就完全不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大家如果有不同的銀行 用這些 說有physical的協議 所以他們拒絕 請大家告訴我 那因為我相信 將這件事 完全可以給予壓力 透過銀行壓力 或者是透過 即金管局 完全可以給予銀行壓力 而且坦白說 升展 已經是一而再再而三 他過往的服務都很差 那所以我覺得 是要 出聲的 要說的 那當然就一步一步 那 而我 比如goji studio 今次我過往也有不少的 預繳或者預繳 即是給了錢 而 出事的一些 情況 那上年的時候 上年 疫情剛剛開始爆發 2020年初 那時候有兩間的旅行社 其實就倒閉 有很多機票 因為這樣而對不到 有不少客人 當時只要是540日內 通常機票都是你540日內買的 那都是可以用 這個chargeback 大部分都是可以拿到回到的錢 因為就是你行不到的服務 商戶 那我們就沒有收到特別的投訴 當然看到當時有很多銀行 中間很困惑 然後再比較大件事 就到了今年早幾個月 就是月融莊 一個美容院的事件 我們看到我們介入了或者加上我們出聲之後 一筆過的付款 付款 540日內 只要他本身簽合約限期 即是沒有過期 譬如舉個例子 你簽個美容 要程都是12個月 那你不要過了這12個月 才來chargeback 我們看到 暫時都是處理當中 甚至成功的 那比較激的位 就是有些分期 就是因為 銀行業界有些很差的分期協議 是剝奪了客人的 是chargeback的權利 那所以那些就還有些卡 有些部份可以 有些部份不可以 但是那個就我看 不是 高支消調的情況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都是一筆個付款 而即使分期那些都是自行的分期 就不是跟商戶合作 不是信用卡的 銀行 或者 發卡銀行 就是會 去 去做 那 我就是 這就是過往的經驗 然後 然後你說chargeback的運作是怎樣呢 chargeback的運作 我同時也有 連結給大家看 因為這個都是過往 我們做過一些 少少調查 要一些銀行機構回復 或者有少少研究 其實就是大家 那一張稅用卡 那間就叫做 發卡銀行 發卡機構 而 Scoge 跟他合作的 就是 收單銀行 對 將 兩邊 如果大家出現了 有爭議的時候 譬如現在這個 Case 就是 這個倒閉 那麼 消費者是完全有權 只要你在 那個window 540日內 你可以提出這個 即是爭議交易 那麼你的 你的發卡機構 就會幫你 去提交 就是要 對面 就是去 回復 那麼如果對面 不回復 即是高知studio 那邊那個 收單銀行 或者高知studio 如果完全不回復 那就會自動 就是當客人贏 的 但是如果回復 那就會看看 那個合理性 或者就 看看有沒有需要 再進一步 做中裁 那麼 如果 即是不滿意的結果 消費者 或者另外一邊 可以 就是再提出一個 仲裁 應該就是500美金 就等Visa 做中裁 這個 就有一個機制 就是大約這樣 但是很少 通常很少 就會去做中裁 因為都知道 哪個贏哪個輸 其實很多東西 都放了出來 基本上是跟 那麼機制就是這樣 而通常 實際的運作 就是整個 使用卡的生態 就是大家簽一筆錢 通常 收單銀行 那邊不會即時 放送給商戶 會分歧 會慢慢 亦都視乎行業 有些行業可以放快點 放慢點 我知道健身或者美容 通常是會放慢點 但也不是 間間銀行 是這樣的 不是間間收單銀行 是這樣的 那 我的理解 就是 譬如 匯方紅或者 渣打 他們把收單銀行的業務 已經賣了出去 亦都是 相對是穩陣一點 這個做法 就會放得很慢 變成 不會馬上放一筆錢 可能要過了一個比較長的期 幾個月 之後才放了 變成真的有出現什麼事 他們鎖了筆錢 可以很快還給客人 因為信用卡本身的概念 其實就是保障消費者 但有一些 小的銀行 我的理解包括 包括升展 大新這些 他們的收單的業務 其實都是 都照做 但是都放得很快 所以有事的時候 錢已經放了給商戶 但是客人追到 又有信用卡協議 所以會用很多 古靈星怪的方法 或者會不會很肯退 或者 之前我剛才說 如果是跟商戶分歧 那些 更加會 說 你的客人根本就沒有這個權利 等等 但是基本上 這個機制就是 凡是你要做的 Visa card 或者是Master card 這些銀行想做 一定是要跟這個機制去做 這個是一個國際的協議 情況 是這樣的 而 chargeback那裏 拿不拿得到錢 或者拿到多少 就正如剛才我說的機制 你們提出了 有個銀碼 有個證據 有些資料 提供了 那就要 同對面對 坦白說 12個月 我給我一個例子 很簡化 你的會值是22個月而已 用了6個月 他就已經 停止了 或者是停業了 你的chargeback的權利 當然是剩下6個月 你就不能說 之前6個月的錢都追得回 因為那些已經用了的服務 所以那個精神 其實就是 你用了的服務 那些就不行了 未用的那些 就完全可以 所以大家申請chargeback的時候 應該就是 把大家的資料越詳細越詳細 甚至有充分的證據 資料 這樣提交 是會比較穩妥的 或者 我chargeback 那個方面 就先說到這裡 那我就再 跳下一個 我最後一次再 Q&A就回答大家的問題 然後 然後就是法律上 民事 和刑事 我先說 剛才我講的情況 例如現金付錢 或者是 在2020年7月初 或者打錢的 市主 怎麼樣呢 你們就不能用chargeback 這個機制 就算EPS 也沒有 甚至我懷疑微信 那些也沒有 微信支付 只能夠依賴這個法律 但是法律根本就保障不了大家 因為香港沒有一個集體訴訟 大家不可以組成一起去告這個 健身公司 而我當時你可以行少額 我想很多可能在75000或者樓下 很可能就變成贏官司 但都是輸錢 是浪費時間 因為 在那個債權上 就是這些預繳 一定是賣到最低 哪些會高一點 剛才 我想大家都留意到 Gogi 是有些 個案 上了法庭 或者是傳了出來 譬如是拿人租 被人追 被人入品 又或者員工 都可能是沒有人出 那麼這些都是在那個債權上 他們的ranking order 是高一點 所以大家是虧待一點 你想一下當那些 租的又要還債 或者有另外的公司的貸款 或者是員工的 這些都扣了 到最後 其實給大家 其實都不會有錢 所以 法律上 我比較現實上講 就是 2020年7月初 或者一大一前 其實我 我相信是比較渺望 除非有些 很突然的情況 Gogi 有白武士 這個情況 或者是 銀行 有些大發慈悲 他可以另外 我再包多些 但是我就看不到 這個情況 因為通常過了540天 或者就算過了300多天 通常收單銀行那邊 都已經放了錢 給對面 雖然剛才我說 是賣錢會賣久一點 但是都不是賣到超過一年 你想一下 反過來的角度 就是做生意 你給別人賣錢 都沒放了 可能都還沒那麼合理 當然大家都會說 他是一個 餘繳服務 那麼 要 拿著一點 但是都很遺憾 就是在香港的法例 對於餘繳式的服務 無論在冷靜期 或者規管合約的長短 不可以長過租約 這些是沒有參考到外國的情況 所以沒什麼 管得到 所以在文事上 是比較窄的 如果沒有 然後到刑事 我在第一天 高屬一倒閉 之後 我都應該出了一個新聞稿 我就說 我關注 有可能 因為我看到有些客人 是很近期 才 才簽的 說的是10月20日 或者20多日 都還簽 我就說 我留意到這些情況 似乎是 因為公司有問題 其實都不是一朝一夕 你說他那些租 不合理 你其實應該不覺得 不合理 很久都知道自己是搞不定 那商品說明條例 是海關執法的 有一個叫不當地接受付款 就是如果明知道 他提供不了服務 或者是 可能譬如 譬如結業等等 但是還去收人錢 這個就是違反了 這個商品說明條例 不當地接受付款 不當地接受付款 這個是一個刑事的 是 刑事就之前 譬如月融莊惡個案 海關就是用這個條例 就是拘捕了其中一個董事 但是大家好像說 好像有希望 但其實 也挺艱難 我也要帶回大家的現實 就是因為 怎樣舉證他 是明知道 自己會結業呢 過往我看到一些執法的考慮就是 已經什麼時候被人出法庭命令 或者是 可能一些比較正式的文件 追他租 這些我看到是一個情況 譬如月融莊 8月31日 他在拘捕到7月初的個案 那些個案已經很盡 究竟Koji Studio 有沒有任何 SIM 有一些 症狀 有任何的文件 可以 拉前一點 我暫時 上來沒有資料 都是公開的 如果大家 掌握到 有什麼 大家都可以告訴我 而我這樣說完聲 Koji Studio 好像立刻 再出了一個 Statament 好像 應該都 有點害怕 就馬上說到 21到27 那些 10月21到27 那些付出 他們都會 召退 那我們的 個案 我們再看 我們有些20號 先簽的 他們都會找我們 那些Koji Studio 好像說 電郵都可以退 當他有個意識 意向是退 就在刑事上 很難 去arrest 去拘捕 或者去告 這個就比較難 但是我們 逐步逐步看過去 那我現在正在看 12月中 10月初 還有這些個案 但是我同事跟我說 100多個個案 就是找我們 好像找 加上12月 都是 不多 過10單 所以大家如果 認識 有任何 朋友都有 簽到Koji Studio 12月簽 或者11月簽 還沒跟我們說 還沒登記 都請他們找我們 那我們現在會慢慢 數上去看 海關 見我出了一個 聲明之後 他們都很緊張 都說 跟他 保持聯絡 我都答應了 所以我會 繼續看 在雙方說明條例 不斷接受付款 還會不會有其他 有用的資料證據 可以 轉一步去做 因為坦白說 這些公司 到了一個狀態 其實都 便宜了 遇了破產 遇了清盤 唯一更加害怕 如果董事 會刑事上身 當然會更加害怕 會推得更加多 但這些 坦白說 幫不了 2020年 起立初打前的 朋友 因為那些 已經是年代久遠 更加難 為我 年多前 打算結合 這個更加 不可能 所以就算 這個 雙方說明條例 都一定是限制 但都算是好過沒有 或者可以儘量做多些事 或者我去到這裏 我就去到第四個環節 Q&A 那我現在不如 掃一轉我現在收到過的問題 好不好 有位朋友 就直接訊息給我的 他就說 EON2019年8月簽 一次過給我 很可惜就難一點 用chargeback 就不能夠了 那另外 Hank 10點11番 就說 海關成功檢控 對放寬 退錢有沒有幫助 不要說成功檢控 就算拘捕 其實對chargeback 也會有些幫助 因為 很明顯就知道 商戶可能有些問題 銀行也會處理 但是 即使沒有 我想 在那裏 譬如 大半年簽的那些單 我相信銀行也不會 太流難 而我同意 Gogi 是分會員級數 而 本身是 Physical收了 是不公平 我同意 而且 很狡猾 這也是美容院常用的手法 做了一下就撿了一間 找另一間 接手 但其實 又不是承認了你所有療程 那些債務 不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 大家千萬不要 突然 跳去 Physical 我相信 一定是寫下 先取得chargeback 但是當然 如果一些比較長的朋友 像2020年7月初 打前那些 大家就想一想 什麼方式比較好 但是我會自己覺得建議就是 在這年半內簽的 你走進chargeback 就不要突然跳去Physical 或者 你如果真的打算 可能走Physical 哪個方向 都要想清楚 不要影響到大家 chargeback權利 因為我在大家的角度看 我覺得會拿回錢 是最實際的 這樣 一次過 然後 就是chargeback 會拿得出錢 剛才的搭託 就視乎 提供了服務 以及對面 reject的原因 但基本上 如果我 舉個例 他根本沒有提供服務 那些 那些部分 是可以拿得出的 只要你沒有過 OK 19年12月 Queenie 就說 試一下 幫忙 但是 是的 我想你有個心理準備 可能是未必可以 還有我的經驗 DBS 不是太好的 還有我們有些個案 跟我們說 好像 我同事說 我現在數字到十點十三分 就是說 跟Physical有協議 所以拒絕 我們都了解 這些情況 究竟是真 還是個別的 同事 去亂按 就是個別的聲線 亂按 chargeback 成功機率高 透過月融莊 最近這幾個月經驗 我覺得一筆過的 我是相對大信心 有一點的 用了4000元的消費券 問了 recheck 他就說 他叫我找回高次 就是 消費券這個 我想是特別的 很明顯 recheck是沒有的 消費券這個 看來 都 不能 是要recheck 機制 因為你用recheck 去做的 如果沒有的話 可能都只是能夠 當現金那種 方式 這樣 接著 Louis 打到AE 就應該給了 AE應該都有的 我們的經驗 你可以繼續 我同事 可以跟Louis 聯絡一下 AE 我覺得過往 相對的方法是好一點的 我也很驚訝 他會是這樣說 因為 給了我們 給了你們 但那個很明顯 就不是一個 好像 買賣合約 不是交易 我反而覺得有優惠 給大家 所以我不會 同意 AE的決定 我認為AE 在過往一開始 對玉蓉莊的 事主 一開始都不是 立即擁抱 或者退了 但後來 一步一步 他們都行 所以我想這個 大家可以錄 待會 Amax 就是這樣 這個 我手上沒有資料 很難評論 哪裏 可填 投訴 未填 哪裏可填 我們那個 form 大家應該填了才能收到 Google form 18個月 送18個月 chargeback Poly 那個 我很難這樣 具體 但因為真的要 我沒有看你們的合約 那 我覺得你要爭 你當然爭 就是你36個月 整體的計劃就是36個月 你當然要這樣咬 看看對面如何 我們再做 有需要想想想要是否要做總裁 但是 可以做chargeback 但是我 你36個月 起碼那18個月 真的行在chargeback範圍內 好嗎 很多客人都沒有過 不怕是實話 我明白 然後很多群組 很多資訊 OK Goji的客人叫 18個月 簽 EPS full pay 拿不拿回 小赫 小赫很難 我也覺得 我剛才也有說過 11月頭簽 會不會拿得到錢 我有比較大信心的 如果你用信用卡的話 31 21 或者 剛才的Jack 那個 如果 不是信用卡 我想另外海關壓渠道 我都會研究 但是 坦白說 我剛才也有說 越拉得越遠 跟華正式倒閉的時間越遠 就相對難一點 還有 也要看看有沒有其他證明 在證據的證明去 根本已經是做不住 或者知道自己做不住 21 Louise 21年 10月31日 簽3年 我覺得應該是 是chargeback期內 Han說那個放射大營建新中心 就很怕不會處理到倒閉 這些情況 這些不良銷售 其他 譬如威嚇的那些就可以 Louise 2022年2月才開始 都沒有關係 你完全沒有履行服務 我覺得更加 可以拿回 2020年7月初 初簽 你真的計算540日 我不知道你7月初是哪一天 但我早幾天 計算了 7月7、7月8 但我是你 有沒有理由 早點 遞進去 錯位 然後Eric Eric那個我回答了 Bit card沒有 Bit card沒有chargeback 銀行直接拒絕 稅用卡 可不可以 可以的 不過金管局不是很理 但如果你沒有方法都去做 但我想你那個案子最重要 不要真的說540日 因為這是很限定的案子 21年12月簽 不過送卡說 賭幣沒得hold 叫我照比 CK你的情況 你就是21年12月簽 或者今年 不是上年 我覺得他那個說法不合理 我不知道你哪一間 我都想知道 EON卡卡那裡 我不特別再補充 要行 民事小額 或者是 可能真的比較慘 但你可能也照EON 照試一試 分期的話 IY 就不是 機會低很多 你的分期 我的理解不是 雙互合作之間分期的 不是 叫你簽七個名 八個名 是說 自己放棄了 chargeback的權利 所以呢 你的情況就是 分期那些要繼續還錢 因為你是欠家人 但是chargeback的權利 你可以繼續做 540日前 Pulpay Randy 要可能行民事 或者 可能是要 是 我想是難一點 要考慮其他方案 算用卡切個比 11月 銷售是很無良的 我同意 高主啊 送的月份只是禮物 是叫鬼的 輕人說得對 不過我想我們先試爭辯 我們 看看處理 還有 加上銀行的處理 可能是不同的 所以我想大家 可以 大家可以掌握 這個情況 是吧 CC 如果你交到方 就照樣去 但我的理解 過往的debit卡 是不是 做了chargeback的 是 這樣 好 看看還有沒有 其他問題 都應該清楚 是吧 那 總之呢 我想那個大方向就是 如果 即我都很現實說 我很難 幫到所有的付主 但是如果你這540日內 是有簽的話呢 即540日內簽 而你沒有那些什麼 過期的到期 沒有那些 銀行 用一些奇奇怪怪的原因 好像剛才我都說的那些 就是拒絕 直接Whatsapp我們 大家由我們Whatsapp 是的 也是這樣 燒委會立案 立了沒有壞的 即如果你有時間 你就立了 即是 都可以的 即我這兩三天 這兩天 都仍是燒委會委員 那 不是 但是我跟燒委會的 關係 或者 溝通都可以的 所以 我都會給大家 第一步 還有 也是有個數 燒委會應該都有一些渠道 是跟MA 跟金管局去取 所以 所以 都會有些用的 但是就不要把所有 移動 而在這件事最關鍵的始終都是 做 充電 XSPC分期 充電 你的分期是 你自己打 就分開兩部分 要繼續還錢 給銀行 因為你欠了錢 但是充電 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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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多人報 燒委會 是的 海關 也是 不過海關 我覺得他們的案子 都不會想要太久 12月那些 他們會想要 我跟他們 我跟兩邊都有 有 KEEP IN TOUCH 聯絡的 所以 是不是 消委會 我想他們講的現實就是要清盤計數 其實我開始都說清盤計數 大家就沒有運 但是有個用途是什麼呢 就是 其實都未必只是幫自己 自己的角度就是 令到消委會都有一些壓力 比如總管事 那些就去跟金管局去比較壓力 等金管局就 炸到銀行 因為銀行是最怕金管局的 另外就是 有些數據 有些投訴數字 看到 經常都倒閉 這樣才可能逼到有一個 政府是去做一些 預料式消費的 規管 但是這個對大家 坦白說是 遙遠一點 IY 分期要繼續交 這個沒得搞 因為這個 你是欠銀行錢 Charge Fed 就 繼續做 好 金管局有沒有表達 表達通常不會正式高調講 要融裝去私底下 叫銀行 540日內的Charge Fed 你不要要做足 所以我們這次 之前9月那次 月融裝倒閉 我們真的收不到 很多 540日內說是reject 那些說reject的原因 我們看起來都合理 就是說 你的合約 過了期 那我當然不給了 我們看到這些情況 所以 所以 我看到 18個月 送18個月 我知道大家的情況 我都會留意 還有 看看到時 但是 一定要走個Charge 第一步 先讓你的發卡機構 和對面 提出 這個 爭議 的交易 好 看看大家還有沒有問題 我 如果沒有特別問題 不如我留到40分 現在是22.3 16分 沒有 什麼的話 大家都可以 可以先離開 如果還有些問題 大家都可以留在這裡 我留到40分 我才閉嘴 好嗎 好 用驗金付錢 我覺得很艱難 你要走法庭 有沒有 有沒有Charge 法庭 這個是很吃虧的 所以 我沒有不想說 但 Physical 你看一下 是不是對你一個 可以的處理 但是 我知道很多客 大家根本就不想去Physical 因為那個服務的質素 都是完全不同 這段期間去了Physical 會不會影響 Charge 我是有些擔心的 我是有些擔心的 因為他就會說 有個協議 你踢了 這樣 我是會有些擔心的 好嗎 好嗎 還有Physical 那邊 看看怎樣是怎樣 你 我覺得這個都要很小心 看 因為我手上沒有正式 Physical 跟大家 Goji 或者對待大家的協議 有些擔心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說法 我不知道真還是假 是否要付錢才可以 有某些合約 等等 這個已經不是那個原意 但是我也要小心一點 EPS 真的是比較艱難 EPS 真的也是沒有Charge 這個功能 我 我 都不建議我們等Charge Rex 轉 去 我意思是,我覺得要很小心會不會因為接受了physical的deal 而影響你chargeback,我是比較擔心 因為對面,剛才我講的機制就是對面收大銀行 有一個商戶就會說,不是啊,他已經接受了physical 已經給了錢或者怎樣簽了一份東西去physical 我不想這樣影響到大家回答的情況 不複雜,EPS那個就簡單一點是沒有啦 那你另外的信用卡那個就有得追 就是這樣,因為卡中心不會幫你追EPS EPS真的沒有什麼做到,比較遺憾,沒有這個機制 是,EPS和現金消費券就真的沒有了 chargeback有些很快的,兩三個月都解決了 小壓其實就贏,公司輸錢輸時間 你在那個債權你排頭最尾,那是啦 剛才我都說了一大堆在你之前,那我是很悲觀的 好,那多謝大家先啦,那我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是啊,好嗎?多謝大家 如果我們有些新的消息呢,我都會 broadcast whatsapp message 給大家 就會將我們手上收的資料,重要的那些 會跟大家說 這樣 我相信大家都是,好像 應該到最上都是拿回錢,最實際的 所以我Physical 非常小心,非常小心 如果有問題都可以大家研究一下 你Whatsapp,大家問一問我們 如果收到的新的資料 因為我們手上都沒有一些 很多關於Physical的 那個情況,所以是啦 這個我們都會留意,好嗎? 好,那大家保持聯絡,多謝大家先 那我現在就關閉了